各位,今天的节目也要继续讲习近平 因为这件事的发展,或者整个中共内部形势的发展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紧贴着,再继续去分析 我想过去大半年,我这个节目里面最多人看的那一集是讲秦刚 但是我不是立刻讲秦刚,我是看了很久,观察了一段时间 才走进去提论里面的一些推测 这个推测我认为没有法子找到事实的真相的全部 因为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也要有一个逻辑的理据 以及有些迹象,将它联系尽量客观些 秦刚这件事我看到就是 傅晓田其实不是单纯是一个情妇那么简单 傅晓田就是透过以凤凰卫视的记者身份 或者主播的身份 长期潜伏在美国去做 就是这个 豆文涛说得好 一代名妓 妓和妓女是同音的 一代名妓 你用一个社交蝴蝶的女性身份 去在外国那里刺探和收取情报 做一个间谍的工作 但是他最错的地方 就是黏上秦刚 你本来是应该刺探外国的情报 你反过来 可能是被一些外国的情治人员收买了 而是影响中国内部 或者中共内部的一些政策 甚至是倒过来做一个双重间谍 我的看法就是 所以你不是说其他的事情 令到秦刚 有些说法就是秦刚知道 关于火箭军的一些事情 知情不报 所以习总就要向他开刀 我觉得这个可信性反而很低 最重要的是 傅晓田回到大陆 被人骗了回到大陆 然后隔离审查一段时间之后 才去秦刚 秦刚 秦刚是一个很无奈的决定 因为习近平在这么短时间 提拔他年升三级 这个就是他 他觉得因为他年轻 有为和忠诚 将来的政治前途 这是习近平的角度 他认为他前途无可限量 他认为他那个核心领导班子里面 都要有一些有份量的人 习近平知道自己最不妥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老粗文化低 不懂英文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自卑感 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要找一个可靠的人 这些人在身边做了这样的工作 毛泽东也要靠周恩来 但是这些就是往事 就不要提了 这些是陈年旧事 将来的 被perceived的 对外国文化的了解 和那种 装造出来的那种余雅 是可以欺骗到很多西方人士 而秦刚当然是在这方面是没得比较的 但是秦刚到底都是在习近平旁边里面 最像样的一个可以和外国的一些政要 文化界 可以讲到话的一个人 可以表达自己的 而且是年纪比较轻的 所以是无奈地要自短又悲 这个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美国 我们看到布林肯 就是拜登里面的贪腐集团里面最重要一员 除了拜登家族之外 因为他根本就是拜登家族的家臣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利益勾结 就是拜登家族 布林肯 以前他们在大陆赚了很多钱的 他们和秦刚之间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一直以来希望习近平可以回复以前的 曼星法大财的那种余胶似漆 但是这件事情可能被释穿了 原来秦刚是被compromised 原来是背后有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一些人 是透过女人 透过各方面 已经是变成不是自己人了 斩了他之后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布林肯的反应 是很奇怪的 就是有一种很失落 和很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 重要的是 如果这样 其实习近平 虽然之前 比如欧盟 德国 法国 美国 很多重要的人物 不断地访问 希望可以大家之间解冻 但是 习近平有一种拒人于千里的态度 而在当时 明年 这个日经的一个重要报道 日经的钟摘刻意 这个我要继续讲下去 钟摘刻意他们有一个独家的报道 和一个独家的路线 就是日经唯一的一个媒体说 现在不是西方要和中共脱钩 而是中共主动要和外界脱钩 这个角度没有人这么说 而当这段时间 还有一个梁城运 就是在美国的华人里面 亲中共已经在那些 在乔领里面 是做了几十年 原来 爆出来 就是两年前已经被人逮捕了 而是犯了间谍罪 判终身监禁 这个梁城运也不简单 一个香港的新戒仔 去了英国读书 然后去了 美国 纽约联合国总部 做了一段时间 再跟着 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亲共的侨领 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 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就算在英国留学 为什么会去了联合国做事 当时的联合国是被美国控制住 和后来会变成美国籍 变成美国籍 而变成美国籍之后 旗切鲜明地亲中共 其实我认为 梁城运九成九九九九 是真是美国长期的间谍 但是这个人又拉起 秦刚又落马 傅晓田又失踪 即是说 美国的贪腐集团 和中共之间的联系 就撤断了 所以我们看到 拜登开始 阴阳怪气 说一些事情 虽然他是老人痴呆 但不痴得了 然后 同时 就好像中共和美国矿 始终代表都受不起 那 绰 weiterhin受不了 然后 她到了南非开会 竟然被人整股了 求我了 顶新刚没错了 doit趕着 翻车王毅 怎料王毅都把关不力 对吧 竟然然南非 被人圍着玩 而且他们变成一个大小丑 現在王毅又不可以出差了 然後他身邊什麼人都沒有了 這個國防部長本身是被美國制裁的 但是拜登一直都軟化了 大概半年前 不斷地要求跟李尚福直接對話 但是中共就不騷擾他 但是最新的發展現在外面 傳到行一行 就說這個李尚福兩個星期沒有露面 原來已經被雙規 這件事我暫時是存疑的 但是現在發表這個報道的是 英國的金融時報 記住一件事很多人看不到 金融時報是日經集團的一部分 是日本人收買了 即是說現在日本有一個傳媒的派系 它根本是一個全球性的傳媒組織 他們在放一些這樣的風 即是習近平呢 旁邊的人呢 是這樣被人切切切 或者自己 即是孤軍作戰 然後把外仗 或者不是外仗都好 一個又一個 自斷左右臂 自斷四肢 都不知道搞什麼 在打一個七雙拳 這個說法呢 就是日經系的報道 當然呢 鍾澤克爾呢 還要說 他在北戴河的報道 這個呢 就無法證明 這個北戴河的報道呢 他最初就說 所有的元老都不參加 但是呢 習近平呢 即是八月初的時候 那一篇報道 那時候還沒有開會 就是沒有消息的 不過元老就不參加了 但是習近平呢 一手都是屎 就是這樣說 但是去到九月的時候 就說 元老雖然沒有參加 但是元老在北京的郊區開了一個會 開完這個會之後呢 就寫了一篇書面的訓斥 然後就是 找人帶進去這個 這個北戴河那裡 當面去 摩擦這個習近平 這件事呢 很奇怪的 就是 齒板明夫 就是台灣的 台日混血的這個評論家 齒板明夫 一個肥仔 他以前都在北京做過 和這個鍾澤克爾 是他說 大家很相識 很熟的 不過呢 他就有些不方便說 就是覺得 就是 中澤這班人 他們做消息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 我的解讀 就是 就是 有一點 是 博猛的 就是 做一些獨家消息 其實那個來源 不是很可靠的 就是 那些新聞 不要跟車太貼 這個意思 那麼 齒板明夫 就說 就是 這些 這樣的 繪形 繪星 說到 好像在他旁邊 收到封 這些事情都要 很警惕 第一 第二 就是 其實中國 中共裡面的黨 有嚴格的規限 那些元老呢 其實都是 有不同的單位 去 控制住 就不可以說 自把自為 走過去 這個 北京郊區 那些 那些 那些老人 可以自己 就是 可以 可以 完全是 跨越 或者是 凌駕了黨的組織 是 竟然 習近平是 不知就裡 他可以開一個 然後 整一篇 去訓斥 這樣 等於搞政變 這些 齒板明夫說的 是有道理的 但是 我認為 我們 不可以 就這樣 去否定 《日經》的報道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自己 收到的封 和我看的現象 我就不是聽藏師 那些 繪形繪星 好像第一人的 清述 那些 好像有個攝影機 和錄音機 對著那些 我從來都不相信 但是 你要看 為什麼有這樣的消息 就是 我自己收到的封 很簡單 就是 這個 現在 中共所處的 大難題 其實 最重要的是 經濟 貿易 和國際關係 商業上的一些問題 這些市場的 商業的 國際關係 貿易的 這些問題 包括 金融的 嚴重危機 比如說 那些負債問題 資不抵債 那些 民間的企業 地產開發商 那些 紛紛爆爆等等的問題 這些 是令到 中共 中上層以上的既得利益者 以及 在江澤民 一直到胡溫時期 是悶聲發大財 已經建立了一個 龐大的勢力 這個圈子的人 是極度不滿 他們不是什麼 政治上有什麼正義感 沒有一件事 這個利益集團 已經搵食搵了很久 但是 習近平是主動破壞了原本的遊戲規則 而是 人工造成這些經濟問題 很簡單 恆大 就說恆大 恆大 那個資產負債的瘋狂程度 見怪不怪 一向都是這樣的 習近平要做一件事 就是國進民退 以及不讓他外面繼續以前的遊戲 是用他一個人的權力 去堆壞這家公司 我覺得這個分析已經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但是這樣又何必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現在始終你那些東西 走了出來 就不會塞進去的 你生了一個兒子 就塞進肚子裡 就是由鄧小平改革開放 出現了一個經濟的生態環境 你不可以變回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 你不可以的 所以你就會做到一些東西爛 那些東西爛的時候 左袋蓋右袋 十個瓶 就只有七個蓋 那你就很嚴重 而且那些人就不能繼續賺錢 甚至個人的安危 都成疑問 有些人不出聲當然沒事 有些做地產的例如任志強 現在就搭了他 永世都不見天人 你想想馬雲就說什麼都不要了 拿到人生的自由 起碼都可以繼續賺錢 但是 你這幫人 你看一下 比如說 蘇豪中國 潘石屹那些 神祖辭職 切割了所有的東西 你看一下碧桂園 賺了這麼多年錢 現在都要跪低 但是 所有這些人跪低了 國家拿了這些資產 是做不到以前那種遊戲 和西方的資本又不會再進來 那麼習近平 提出這些東西 譬如說 你那些黑石屹那些人 都要去受那些黨的教育 那些人 雖然 沒有什麼禮而廉恥 最重要是賺錢 但是 你這個環境下很難生存 你看一下 還有銅鑼環書店的事件之後 他在香港主動做的 大攬炒 搞到現在香港的 整個經濟 就是 沒得翻生的 是不是 香港 無論是豪宅 無論是否熱炒的 就是 樓市 很多 十年前買的 現在都很興奮 是不是 還有 整個經濟的活力都沒有了 你不可以單純說 反送中運動 就是由習近平上台之後 一路一路收緊他的權力 一路改變國家的政策 然後 令到所有的人都賺不到錢 這個怨聲再度是一個現實 但是問題就是 習近平的權力是非常鞏固的 因為沒有人肯出頭 你不想做任志強 你甚至不想做胡錦濤 是不是 身為以前的全國黨政軍是第一把手 上一代的領導人 可以在一個公開場合夾走的 所以其實習近平面對的反對力量 在大陸裡面 在中共內部是很嚴重的 但是沒有人敢出頭 因為這班人是為了利益而存在的 他們都是明節保身的 但是 當這件事逼得很盡的時候 去到北戴河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到現在都未曾倒 又未曾死 江澤民就死了 好了 胡溫就是廢柴了 是不是 李克強呢 其實還是一隻未知之數 因為他有很大的勢力在背後 還有呢 他是跟習近平的當面 是面黑 已經是一個現實 我一直說 這些鬥爭 不是說反習近平那些是好人 我是就我看到的資料去觀察 因為他的路線的分歧 是這班人 是要跟國際的貪腐集團 跟外國的經濟要有聯繫 要繼續滿身發大財 要維持以前的體制 而習近平呢 就要把體制變成更加封閉 更加回復鄧小平之前的路線 然後呢 就是把那個黨或者他個人的權力 凌駕在那個市場經濟之上 所以呢 他們之間的利益 是一個生死搏鬥 OK 我不是說對方是好人 我們沒有一個是好人 但是呢 我們看到呢 李克強很多時候呢 就是說 其實很多年前 兩個碰行碰過 黑面相對 而李克強呢 已經是退了 沒有了官職了 突然間又彈出來 而曾慶紅是一個什麼關鍵的人物呢 曾慶紅其實就是習近平以前的老闆 而曾慶紅呢 他那個手段啊 那個實力啊 還有那個做人 就是在黑幫裡面的地位呢 那種的硬度啊 那種的狠勁呢 是超越這個胡錦濤 你看到的 而且 胡錦濤呢 就不是上海幫 他可以叫做團派 曾慶紅是真正的上海幫 不是江派啊 不要經常說江派啊 曾慶紅 習近平 江澤民 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呢 他們都是透過上海這個班子 然後呢 就走進去中央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江澤民 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六四事件之後 趙紫陽下台 在上海經營了很久的這班人呢 就是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 第一個成功的 真正可能是唯一成功的一個例子 有很多外國的錢進去了 所以曾慶紅 江澤民 還有 那時候的陳良宇 還有 後來一直跟著 在後面扶著他上去的 做過上海市委書記的 這個 習近平 就是這班人 整體應該叫做上海幫 OK 不是江派 是上海幫 那就是一直以來 譬如說江澤民和曾慶紅 習近平是不敢鬥的 習近平一直在玩就是胡溫 主要就是 胡錦濤另計劃這班人 他動周永康 其實就是在動薄熙來 那班人不屬於上海幫 但是 因為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幾年 無官不貪 個個都億萬富豪 所以他用打貪來去 朱徐異己 就是 就是 是無往而不利的 但是去到這個情況 你現在 譬如說 你已經拜登上台了 是吧 這個Donald Trump都走投了 明明可以回到以前的 Good old days 但是習近平 不肯 所以 其實現在 這班原本的既得利益者 和他之間 是水火不容 實際上 有沒有 元老訓斥習近平呢 我覺得可能沒有的 也不重要 但是 他們沒有發展在北戴河 訓斥習近平 他就透過日經 金融時報 這些體系 就是 告訴別人 現在 其實有一班人 是很不滿習近平 OK 這班人 曾經是他的老闆 是這個 習近平到現在 他只是 可以當眾 羞辱 胡錦濤 他動不了其他的人 他對著 李克強也沒有 胡錦濤 在被他羞辱之後 是被人嫁走的時候 仍然爭取機會 拍一拍李克強的肩膀 是吧 所以現在中共的內鬥 浮面了 所以 美國 拜登的爪牙 就出來大肆說話 例如 現在 駐東京 駐美國的大肆 駐日本的大肆 美國駐日本的大肆 在說 Agatha Christie 說 他手上的人 一個不留 全部都好像自己斬了 在嘲弄他 就是說 現在 有一種 跟美國的這個利益集團結盟的一種 一種 就是用一種迂迴的方法去逼供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這件事可大可小 在改革開放之後 即使是鄧小平當政 一直到習近平上台之前 他們都是一個集體領導 就是說 如果中共出現一些問題 就一起去揹鍋 一起去解決 然後最後都是可以分餅仔 用利益的那種協調 暫時擺平這件事 但是習近平一定要走一條這樣的路 這條路是人為地製造一些困難 製造一些經濟的問題 打爛那些人的飯碗 但是 因為他把權力實際上集中到這樣 那些人 又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打倒他 還有這個叫做投鼠忌器 當一個極權體制的權力 是集中在一個個人身上 那個個人如果有什麼移動呢 整個政權都會倒塌 所以呢 你又不敢怎麼去動它 這些賺錢的事情是很謹慎的 你現在明知道習近平 揹著那輛車走去懸崖 但是你如果現在打倒習近平 整個中共的legitimacy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你又不敢打倒他 你不跟黑魯曉夫 黑魯曉夫是一個鐵幕國家 他沒有跟西方的任何商業經濟聯繫 全部都切割了 他自己一個社會主義陣營 所以 撥裂日列夫那些人 保利茲列夫那些人 他可以透過一個宮廷政變 就趕了黑魯曉夫下台 然後自己繼續為威為 但是現在呢 這些千絲萬縷全部都黏在 而中共呢 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其實是很吊詭 很危險的 所以說 我覺得呢 他們有顧慮 所以現在中共的困難呢 就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要動習近平 你都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未必翻到以前那種和西方的脈月期 但是如果動習近平之後 令到中共的管治 率出現一些動搖的空間 這樣反而是成為一個existential risk 一個很大的存在生存的危機 所以這件事是兩邊都不敢做 我覺得暫時是按兵不動 但是呢 已經有一個跡象 我認為 整個中共都要滅亡 但是如果 習近平下台之後 能夠出現一些亂象呢 這些亂象呢 就會加速中共的毀滅 那麼呢 其實這件事呢 我覺得最需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西方世界的 那種改變的策略 暫時來說呢 他們就 都沒有了 我覺得你見到歐盟 法國 德國 加拿大 以及現在拜登控制的美國 他們其實是想 繼續回到以前的好日子 他們是不想 好像 特朗普 在最後一年半的任期裏面 尤其是當新冠病毒爆發之後 那種 要置中共於死地 那種氣勢 那種氣勢 如果不回來呢 其實 暫時來說 大家都在 拉腳 都不想 撕破臉皮 那我現在說的話呢 就不是叫你們樂觀 又不是叫你們信日經的報道 我覺得 任何事情說得太過真實 說得太過 激營激升 我們都有警惕的 但是現在習近平 是主動製造了一個危機 給他自己 這個危機 就可能 最後令到中共滅亡 你看看 其實納粹德國 是亡在希特拉手上 不是亡在其他人的手上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